哈囉,大家好,我是塔塔 我想煮飯大家都會,但是煮出好吃又粒粒分明的飯 讓人單吃白飯,就不知不覺的一口接一口的飯 該怎麼煮呢? 這次除了要教大家煮飯外 我會跟大家分享自己煮藜麥飯的比例跟洗髮 我今天準備的是有機的紅藜麥 藜麥很小,不好清洗 我通常是準備一個有蓋子的容器來清洗藜麥 如果你買的藜麥味道比較重,可以透過洗滴,減少焦素的味道 像這樣蓋子蓋上 搖一搖的方式 然後再注入飲用水浸泡30分鐘以上 可以有效的去除藜麥焦素的味道 有人會在電子鍋裡面直接洗米,我非常不建議這麼做 除了水分沒有辦法準確測量外,還很容易刮傷你電子鍋的不沾塗層 建議像我這樣用一個不鏽鋼的漏勺來洗米 清洗第一道的時候,快速的洗滴 並且快速的倒掉髒水 然後換乾淨的水再清洗一遍 大概清洗三遍,最後用過濾水來清洗最後一遍 直到洗米水呈現比較清澈的樣子 最後倒入過濾水浸泡30分鐘,讓米粒充分的吸收水分 這個時候米應該浸泡好了,每一粒米都粒粒飽滿的樣子 你可以用一塊布,這樣露勺的底部擦乾 這樣可以更快的瀝乾水分 如果你當天沒有時間浸泡米,可以前一天晚上先浸泡 像這樣裝在真空的容器中做保存 或者是裝在塑膠袋裡面,隔絕空氣 但是最多不要超過兩天喔! 我今天煮300克的白米,包配30克的藜麥 米粒水的比例是1比1 加一點點的味醂跟橄欖油一起煮 飯會特別的香Q好吃喔! 也可以用電子鍋來煮飯,也可以像我一樣用碗絲來煮 沸騰後轉小小火,烹煮8-9分鐘 熄火後再燜15分鐘就可以了 現在飯已經煮好了,可以像我這樣化石至線來鬆飯 將煮好的飯放在盤子上,散去多餘的熱氣 熱熱的飯看起來很好吃,但其實稍微放涼後更能品嘗到米飯的美味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明天我會跟大家分享非常好吃的梨麥鮭魚蛋炒飯 記得要收看喔!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掰掰~~